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大家好 大家中午安 今天因為這個Session可能只有15分鐘 所以有可能講話會講快一點 然後可能會大概就只有講重點而已 我今天主要講的主題就是 如何去設計自己的Custom DSL Engine RUN在你的Scrip Engine裡面 好 我先簡單自我介紹一下 我名字叫Freddy 英文名字叫Freddy 中文名字叫汪詠欣 然後我現在在日本工作 日本的Smart News 我在這公司裡面當然是Android Engineer 但是今天的主題跟Android完全一點關係都沒有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那我本身非常熱愛Cortling 然後前幾年也有 有幸在這系Comp裡面發表過一些Cortling的一些 Session 好 那今天這個Session其實主要有兩個目的 那第一個目的就是 就是大概會讓大家知道說 我們如何用Cortling去設計自己的DSL 那另外的話就是我們如何使用Cortling Script Engine 去執行你的DSL 好 那如何設計一個簡單的DSL 那我先假設在座的各位都知道什麼叫DSL 有人不知道的嗎?可以舉一下手嗎? 我可以大概簡單的說明一下 OK 好 一位 就有一位 好 那我們就忽略你了 不好意思 那DSL好 那簡單說 其實應該大家都有用 像你知道用Database的SQL就是一種DSL 那你如果是Build Java用的Gradle Gradle裡面的語法 它也是一種DSL 那簡單說它就是一種 就是為了你的Application應用而設計的一種語言 對 簡單講的意思這樣子 那看起來大家還是有點茫然 那就反正就是 就是它也是一種 一種language 但是只適合在你的business model裡面 OK 那假設我們今天要設計一個DSL 我們假設說我們很簡單 我們想要設計一個簡單的application 然後是用DSL方式呈現的話 我們可以很簡單設計 我們做繞程有一個App的keyboard App裡面有一個main 那就是一個 然後main裡面可以執行一個hellowall 那這是一個最簡單一個application的一個形式 然後用DSL方式來表現 可以設計成這樣 那如果我們用culting的話 我們要怎麼實作這樣的語法呢 那基本上其實很簡單 那我們第一個就是 我們可以先建立一個簡單的class 假設它叫做simpleApp 那這個simpleApp裡面可能就有一個entry point 然後entry point裡面可能就run 實際上run這個程式 好 那我們要怎麼實際implement這個keyboard呢 那culting裡面有一個 我認為應該是culting裡面一個很特別的一個feature 就是它的function的參數裡面 它除了可以帶浪達之外 它也可以帶那個class的extension 那所以剛剛那個simple裡面那個app 我們要如何實作這個keyboard 其實這個keyboard就是一個function 然後這個function的回傳值 就是回傳一個simpleapplication的class 然後它的參數呢 就是這個simpleclass的extension 你可以想成它是一個 有點像constructor 但是它是extension OK 這樣講到這邊 大家有沒有什麼 看起來好像有點困惑的感覺 對吧 我們講完之後 如果大家之後有時間有問題的話 可以讓大家來發問 那所以我們用這樣的形式的話 我們就可以很簡單的設計出一個app 然後它裡面的 它就是它這個app的這個語法 那至於我們要如何 如何設計man呢 那man其實它代表的就是說 這個simpleapplication裡面的一個extension function 或者你現在想它是一個function 那我們如果把它宣告成一個extension的方式的話 它實際上它的那個man裡面就是一個 必須放在simpleapp這個scope裡面的一個function OK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宣告成 它是一個simpleapplication的extension 然後它的參數就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lambda function 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很簡單的 比如說一個非常基本的一個DSL OK 好 那有了DSL的時候都會想說 那我們是不是 剛好Cotlin它SDK本身裡面 它有附帶一個embedded的compiler 那也就是說其實我們可以 運用這個embedded compiler 來直接執行我們的這個DSL 那至於你要怎麼使用這個embedded compiler的話 那其實你就可以就是 在你的build file裡面 寫高這些extension 那細節我就不細講 那可能它比較注意的話 如果你用的coting是1.3.3.0以上的話 你可能要額外追加一個 一個新的一個dependency OK 那加了dependency之後呢 那因為你要必須啟動 在你的app裡面啟動這個script engine 那你就可以基本上 你可以在resource meta information 的service裡面加一個file 然後那file裡面就是帶那個script engine factory 的class 的class name OK 好 那我們有了 加了dependency之後 那我們要怎麼在你的程式裡面 啟動這個script engine 那其實非常簡單 就java本身已經有提供一個script engine的 的一個function 那它就是gay engine by extension 那你的那個參數裡面帶kts 就代表指定說你這個extension 就是給cotingscript的script engine OK 好 那大家會想說 我們這樣其實我們已經啟動了 這個script engine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直接 讓我們剛剛那個前面看到 那個非常簡單的這個application的 的DSL呢 那答案是 答案是不可以 那各位你知道為什麼嗎 OK 好 我相信應該各位不知道為什麼 那主要原因就是 因為你的那個script engine的class pass 跟你的application裡面的class pass 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必須要在你的script裡面 加import相關的package 或相關的class 這樣你的script才有辦法被成功的執行 OK 那在script engine裡面呢 那基本上它有那個script engine裡面 有提供一個就是eval這個function 那這個function裡面它會帶一個 它的最後的話回傳算是一個object 那各位可以大概想一下說 為什麼是一個script結束之後 要回傳一個物件呢 那至於如果我們剛剛在 那個coting的script裡面 我們要在哪邊回傳這個物件 OK 那 那其實答案很簡單 就是它的那個物件 其實就是這個application這個物件 所以剛剛我們看到那個dsm裡面 最外層的那個app 它app其實本身代表一個 就是simpleapp的class 那當你執行完這個script的時候 script engine會回傳這個object 到你的application裡面去 那各位有人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我們沒有特別寫retainapp 為什麼我們沒有特別寫retainapp 但是實際上它會 但是它會retain這個object呢 但是實際上它會retain這個object呢 但是實際上它會retain這個object呢 OK 好 那這其實也是一個 算是cutting的一個語法的一個特性吧 就是你在cutting裡面啊 如果你的最後的那個表 中文要怎麼樣 表達式 就是expression 它如果是單純的一個value的話 那基本上它就會是 預設會是一個回傳的 它是一個回傳的value 這樣舉例來說的話 可能你 在座如果有寫corting的話 我們可能會講說可能 上一個值 一個值 然後可能比方說 vile x等於 然後if 然後if裡面有一個 帶一個object 然後else 然後帶一個object 那那個其實意思就是 跟它這個script engine這邊做的是一樣 就是在你的表達式的最後一行 是單純的value的時候 corting它會把這個 表達式的object 回傳 Assign給 Assign給這個function 或是Assign給這個variable OK 那運用這些特性 其實我們就可以很簡單 設計出一個 一個看起來還蠻 蠻有樣子的一個DSL 然後我們可以在我們APP裡面執行它 OK 好 那我們現在時間剩五分鐘 那我們可能 大家給各位看一下一個簡單的demo 好 那這是一個簡單的一個線上版的一個 就是corting script 就是執行這個DSL的一個簡單的一個APP 那我們這邊其實很簡單 就是print hello world 那我們可以run看看 好 那我們看到它其實就有一個執行結果 然後會一個 它的那個application ID 那這ID其實是一個亂數值 其實這邊沒什麼意義 只是demo用而已 好 那今天它用script engine的最大的 最powerful的地方在哪裡 其實我們就可以馬上線上修改我們的程式 好 比方說我們hello 好 我這邊改成hello Freddy 那我再run一下 它這邊回傳直接馬上變hello Freddy 好 那我們當然我們可能覺得print很簡單 那我們可能想要加一點比較fancy的 那其實我們corting預設寫 我們可以裡面 比方說用它的一些standard library的 比方我們repeat repeat五次 好 那我們這邊就會變改成pint hello Freddy 五次 好 我們跑看看 好 我們可以看到結果 它就會馬上跑出你要的結果 那所以說這個 我們運用script engine的好處就是 我們可以隨時的更改我們的design 而你不需要重新deploy 你的自己的application OK 那corting其實還有一些 額外的一些隱藏的feature 比方說我們可以在我們的function裡面 宣告一個class 好 那我們這邊其實我們可以把它 好 那我們可以來跑看看它這個結果 好 你們看到我們在這個function裡面其實我偷偷想要一個class 然後實際上我可以在 然後就可以實際上在我們的這個screen裡面 跑你自己設計的class 那這個基本上 其實這個feature在corting的官方裡面 document好像沒有特別提到 所以它沒有提到說 其實你可以在你的function裡面 額外的去宣告一個class 這算是一個 我在做這個功能的時候 額外發現的一個 算是隱藏的功能這樣子 那這樣的話更代表說 你在設計你的DSL的時候 你還可以額外的 有更多的彈性去設計你的應用 OK 好 那我們時間也差不多了 好 那最後我相信大家可能就是開發web application 可能都是用spinboots之類的 那當你在用spinboots的時候 你可能要有些小細節 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 那第一個的話就是 假設說你要設計你的DSL的話 那必須 是建議說你要把你的實作 實作另外實作在另外一個library裡面 那這樣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spinboots它在架檔的時候 它會把所有的架包起來 那如果你的東西沒有另外包在一個library裡的話 其實它那個class pass也是很難 因為它class pass會變得不一樣 會讓你的screen engine無法找到 你那些實作的class 會有一些小問題 那另外的話也就是說 因為spinboot它會把所有東西包起來 那你必須要指定說哪些東西 它在run time的時候你要把它解開 不能包在它那個很肥的那個架裡面 那另外的話就是 如果你要做開發這樣的東西的話 盡量不要在Windows上做 那主要原因不是Windows 這個OS很爛 那主要原因其實是 因為screw engine 他們目前對Windows的support 其實目前看起來是有一些問題 他們沒有完全 完全fully supportWindows 那如果各位如果要試的話 盡量還是在Mac或Linux上面去嘗試這樣子 OK 好 那我就今天快速的講完 那各位有什麼問題 我們應該還有一點 一兩分鐘的時間 請說 請說 像我們之前 像我做Android的話 Android的話 我們有用 就是DSL用在UI上面 但是我們那個其實也是 有用人家設計好的library 然後我們再去做一些extension 而不是自己從頭打造 對 像UI其實就是一個很好的 設計DSL的一個方式 對 Begin的話 像我們以前在 我在前公司的時候 其實有討論過 就是我們可能一些 API的部分 或是要做一個API proxy 我們有考慮說 用這種方式來做 就是我們的那個 EntryPoint其實它的實作 是用這種script方式做 那它變成說 它就非常有彈性 而且你像這種API proxy 其實它主要的效能 它其實就是 Forwarding the request 所以它 對它來說 你用script engine做的話 其實不會影響太多的效能 但是你會變得非常有彈性 而且你有需要馬上更改 你的implement 所以可以很快的去修正 對 當然你也可以用這個設計 你的自己的plug-in system 就是它的應用其實很廣泛 好 各位還有問題嗎 因為這個session其實 時間有點短 很難 很難把一些細節講清楚 對啊 好 對 因為其實我沒有特別去 去比較過兩個的差別 那 你會用Cottling的原因是因為 因為本身喜歡Cottling 那當然如果你有一整套的solution 都是你可以用一個整套的語言 去開發你所有的東西的話 那當然是最好 對啊 那當然現階段我可能也不會建議說 你把Cottling script engine 套在你的production環境上 因為畢竟他們這些brand自己 也都還沒有說 他們這個solution是已經夠stable 對啊 但是如果你有一些內部系統的話 然後想要去先做一些pire run的話 其實我還蠻建議用這樣的方式去做 對 那還有 各位還有問題嗎 OK 那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今天時間到了 我們就先到這邊 好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